加州议会6月29日通过了下半年州总额高达2626亿美元的预算案 这也是该州历史上最大的开支计划 此次预算计划的重点包括 恢复对公立学校、学院和大学、法院、儿童抚养服务和州工作人员工资的支出削减 为加州所有公立学校的学生提供免费早餐与午餐 81亿美元退税 年收入在3万美元以下且有小孩者可获得500美元退税 年收入在3万至7.5万美元之间有小孩者可获得1100美元 每小孩到位600美元 为疫情中受损害的中小型企业提供15亿美元的无偿补助 让加州每个4岁儿童免费上幼儿园 为更多大学生提供资金 预算包括1.55亿美元 将为约23万5000名50岁及以上的低收入无证移民 提供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 为游民服务提供更多资金 预算承诺提供超过2.76亿美元 帮助就业发展部更快处理积压的失业申请 目前有超过23万人受影响 主导州议会的民主党人认为 2021年度预算不只是回到常态 还能让加州更好 虽然他们希望变列更多预算 但是面临罢免投票的州长纽森 却希望保守行事 按年度支付预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